老板给我来副银箱捡 好 等一下 多少块 多少 多少 谢谢啊 谢谢 来五条 来六条吧 六条吧 比较特快 比较特快 甜辣酱要的啊 要 要 那 拿好了 现在烫了 来六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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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很好吃这么多的 五香卷是闽南一带啊 非常常见的小吃 家家户户户都有 厦门啊 漳州啊 还有史玛啊 都有这个小吃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五香卷 就是用豆皮 然后把腌制好的肉裹进去炸一炸或者蒸一蒸 就完成了 那至于里面的馅料呢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 我也咨询了我的好朋友 山东人菜菜海鲜 就是小亮老师说的那个卖海鲜的山东人 东山岛的菜菜带着我逛市场 就是这位伟岸的男子 碳风家五香卷我觉得特别好吃 希望能够尽量还原出这个五香卷小吃的特色 五香卷呢要用四肥六瘦的五花肉或者前腿肉都是可以的 切成丁或者切成小片 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它里面的肉有口感 大概这样大 还需要准备一些马蹄 我们当地叫鱼子 你们呢 我们叫啤酒 啤酒 啤酒 那差不多 要把上面的皮都去掉 接下来我要开始引战了啊 这东西吃生的还是熟的 我是生的 这东西熟的能吃吗 巨X难吃 我们那边一过年会有这个东西烧的甜汤 用糖炒一炒 然后把它炒的黏黏的 哇 太XX恶心了 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应该要生吃 你们都笑什么 你们那边怎么吃 我当水果吃的 对嘛 我上次在网上看了一个类似新闻的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它容易有什么细菌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感染 不能够生吃 那还是熟的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当零食吃 然后自己又不会削 怎么办呢 就这样 就这样剥皮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马蹄 生的真好吃 是不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小的都是这样的 马蹄不需要拍碎 稍微的切成小块就行了 其实新手我不建议你们放马蹄 因为马蹄的含水量特别的多 炸的时候呢 会比较难控制火候 开店大量制作的话呢 卖不掉就容易坏 大概有1100克的肉 我们配上210克的马蹄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主料 红葱头 很多地方也放洋葱 但实际上这个葱呢 就是我们日常吃的那种小香葱的根 我也特地问了蔡菜 她把它活着时候的样子 发给了我看一下 这些红葱头要全部切碎 我知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切菜的功夫这么好 其实是假的啊 对我们有替身来替身来替身 拍戏有什么文替5替裸替 我们这个叫刀替 还可以 你还想让他开针吗 我觉得我们剪辑小哥这个刀工 完爆99%的看视频的观众信不信 我来吧太慢了不行看不下去了 刀不够快 刀不够快赖我啊你这个人 其实切这个小葱还是有一点技巧的 这样滑嘛 你可以先这样切掉两下 不是有一个平的底出来吗 把这个底放平 切好的红葱头我们称500到800克左右 把它倒到馅料当中 这个比例不是唯一的啊 你要多放也是可以的 剩下的这些我们就用来做红葱酥 锅里面少倒点油 低油温把这些红葱头倒进去 中火慢慢的炸啊 这种颜色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利用鱼温把它炸的更加酥脆 用来拌个面啊或者做卤肉饭啊 尤其是台式的卤肉饭这个是灵魂 放凉之后就会变得特别的酥脆 还是刚才的油锅低油温 放进我们这个大地鱼 大地鱼干在闽南两广也是非常常见的调味料 我们之前在教龙江猪脚饭的时候 就用它来调过汤 这个大地鱼实际上是比目鱼的一种 就是只有半条的那种鱼 就是因为我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就买了半条 这个鱼有四个眼睛 这里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嘴 另外半边啊还有两个眼睛 所以这个鱼总共是四个眼睛 炸到这种金黄色 然后把它放凉 我们需要把它打碎 其实很多地方是不放这个大地鱼干的 我这边呢是给大家打个样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吃无头 大家可以根据你们当地的情况去增减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所有的主料一共1700多克 加味精10克鸡精10克 大地鱼干的粉30克 加30克的糖 这个我们在厦门和漳州吃 它都是稍微带甜口一点的 五香粉7.5克 再加15克的蚝油 最后加入240克地瓜粉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粉是不是应该先打气一点啊 如果觉得拌不开 用手稍微蘸一点水 少量的加加多了不好 差点忘了红葱酥 我喜不喜欢吃多放一点 搅拌到里面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 包五香卷要用到这种特别透的豆皮 先裁剪一下形状啊 把这个边上厚的部分给裁剪掉 我们取点肉 然后把它这样卷起来 卷起来再卷起来 取到这里的时候 搞一点这个低瓜粉液 粘到这里 再用刀剪断 这样 有的地方这两头是封口的 有的地方两头不封口 把它放到一边 这个就是不封口的 两头都是肉 好了 我们做完了 厦门当地会配一些甜辣酱 我们用小盒子装好 不要太多 其实一般饭店才会放这个 但是为了骗一个弹幕说 夏蒙甜辣酱 正宗 所以买的这个 为了骗弹幕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美食博主 垃圾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烧油炸了 油温140度左右就可以下了 是不是太低了这温度 怎么才120度 这没有气 一直在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经常翻动它 刚才我看了坏手机 你看这个贴在锅的底部炸焦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肉馅的很重 它不会飘起来 炸七八分钟应该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把它剪成小块 只能说很像了 也挺好吃的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能炸过头了 你尝一下呢 让你尽尝 我为你摆 给你烫 就是这个味道 你可能炸的稍微过了一点 我再蘸一点厦门的甜辣酱肠一下 蘸完之后就是这样 好喝 很好喝 我发现了 刚才是我太着急了 刚炸出来就吃 我觉得不对 要稍微放凉一会儿 放凉一会儿之后 它这个表面会变得更软一点 你看这个时候再剪 就不会裂开了 这个就是放凉了之后 它会变得更加的软 拿两个签子 插好了给顾客 来小哥你拿好了 尝尝看 要不要搞点酱 太烫了是吧 没有 全木村客干 干你要脸吗你 弹幕上全是 要不要脸 臭不要脸 尝一下尝一下 好尝一下 我们尝尝一锅 刚好我也和朋友聊了一聊 我这个五香卷 他说有几个地方 可能需要再改进一下 第一是我卷的不够紧 大家可以看我这豆皮 还是有很多空隙的地方 希望你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要多练习 第二是调味上 我个人觉得地瓜粉的量 稍微多了一些 你们可以酌情的减一点 建议大家用那种电炸锅 我之前录视频用过 他会给这样一个照例 这样五香卷 就不会粘到锅里把它烤焦了 第四 我可能太大了 我包的这个可能太大了 所以炸的时候 比较难控制火候 大家可以包的小一点 炸到这种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来了 它表面是很脆的 但放一会儿就会变得稍微软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根其实炸的差不多 刚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颜色还是很浅的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颜色就会变深 所以大家判断火候的时候 不要等到炸到颜色 比较深了再拿出来 那就黑了 行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下见 拜拜 好朋友 好朋友 这是我丈母娘的五香配 帮你看一下 秘籍啊 这是什么由我是不懂 味精 味鸡 味鸡 味鸡就是味鸡 我问几个朋友 台湾就来 这是什么 白不告诉你是什么 粉 自己添凉 就这样 秘籍 秘籍啊 还有还有 还有 很多秘籍 我妈有很多秘籍 这是萝卜干 萝卜干 不要让人家看太多 好了好了 好了